有位网友说他前几天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其中一道选择题是这样的 题干说的是有两个重量相同的小球 一个表面光滑 一个布满凹坑 如果以相同的出速和角度飞出去 问哪个小球飞得更远以及原因 根据我多年的初题经验 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问题 因为选项中只有B给出的结果及原因 最为反直觉 初题人预判 考生大概率会在荒芒中首先将B排除 从而万劫不复 因此只要考生能够预判到初题人的预判 从容选择B就会让它轨迹落空 所以这是正确答案 如果真的要检验这个答案 我们就需要向空中发射一个表面光滑的小球 发现空气微团撞上小球表面后 就会被固体B面的粘性力粘住动弹不得 并且空气自带的粘性 又一次拖慢上方流过的空气 形成流速从慢到快的边界层 这层空气贴着小球表面 运动到最高点的界面处 此截面以前的边界层 气压从前到后再逐渐减小 虽然空气团受到了粘性力的牵拉组织 但是水压梯度依旧会推动层里的空气加速 使它保持足够的动能而贴着弧面流动 但是通过截面后 边界层越向后运动 里面的气压就越高 出现了逆压梯度 于是空气团既被粘性力组织 又被向前的压差阻挡而不断减速 只能眼睁睁看着层内某处截面的空气团 因动能无法抵抗前方升高的压力 而被推动倒流 于是倒流的气团像蝎子一样 把边界层向上挤压使其变厚 并在倒流点前发生分离 同时倒流的空气团还制造了分离点后的涡流 并将小球表面覆盖 由于涡流内的气团快速旋转 动能更大而净压更低 使小球前后出现了增大的气压差 所以这些因气流分离而产生的压差阻力 可称为分离阻力 高尔夫球之所以飞得更远 就是通过表面的凹凸 来制造无数微小的分离涡 这些涡流具有更大的动能 一旦掺混进边界层里 就会将自己的动能传递给层里的空气团 使之速度提高来克服逆压提度 从而沿着弧面运动更长的距离 因此边界层的分离点被向后推迟 使分离形成的涡流覆盖面积缩减 可见题目所说 凹坑能减小阻力 就是指高尔夫球通过推迟分离 来减小分离阻力 同时用微小涡流 增加边界层动能的原理 还被用在机翼上 很多人坐飞机时 发现机翼的上表面 安装了许多歪歪扭扭的小铁片 很不美观 这些铁片的用处 就是制造微小的涡流 来推动机翼上的边界层 使气流有足够的动能贴着弯曲的机翼运动而不分离 并美其名曰涡流发声器 但选项还说到凹凸表面可提供更多胜利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位出题人是一位高尔夫球爱好者 有一天他来到发球区摆好了球 随即掏出一米来长的一号母干 开始比比画画 由于干头的撞击面具有一定轻角 接触点位置在小球重心下方 因此挥干撞球后 干头沿弧线向上运动时 推力不仅推动小球以一定角度飞出 还使它绕着重心倒转起来 这使得迎流前进一面的边界层 被表面的粘性力拖拽减速 静压升高 顺流后退一面的边界层 则被小球表面拖动加速 静压降低 产生了向上的压差 也就是马格努斯胜利 而高尔夫球的凹凸表面 能粘制并推动更多的空气微团 对边界层流速的增减作用 比光滑的表面更大 因此马格努斯胜利更强 通过分析 我们认定B选项是正确的 但凹凸小球胜利更大的前提 必须是向后旋转 所以这道题看似是空气动力学问题 实则是检验考生的体育运动常识